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幕 这是干嘛呀 表演走钢丝是不是 这有可能是一名杂技演员 其实说到底他真不是 他是河南鲁山的一名乡村教师 五四哥 五四哥你看这个名字 他的生活当中就有两个爱好 一个是教书 第二个就是玩杂技 这个山村小学的老师 我叫五四哥 我喜欢坐在港厂上唱歌 我喜欢给学生表演节目 我练十多年了 有南鲁没有 南鲁分大 连这个都 跳下去 手上好几次了 但是我希望表演 我简直下来 你不让你喜欢 我喜欢你 他们会喜欢